我們休憶老師要跟大家分享 大家好 這學期開始就是 就比上學期更少時間上來 剛好老包起初有問我說 要不要做六年回顧 那我就說也可以 就把這六年再整理一下 那其實我大概從一個月前 就開始想說這六年回顧要在講什麼 我就開始回去看所有的照片 所有的影片 我大概前三年每一堂上課都有錄影 所以我加起來有大概一百多支影片 但是不可能全部都看 然後其實中間有些時間 我把它剪接成小影片 那後來整個大概處理 出了一些時間 我覺得這過程 其實我剛剛在想說 等一下還有燒工要講 我的時間可能要剩下二十分鐘 沒關係 就算沒有講完 可是我覺得這一個月的過程當中 讓我想了很多 謝謝 然後現在既然還有這麼多時間 我就慢慢講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個影片 其實我是先把照片做起來 大概找了 我已經刪寫了很多 但是還有一百多照片 然後影片呢 我大概放了 也新剪了 但是還有三十個影片 那我們看多少算多少 然後後面再做一個簡單的 一個卡戶的互動 好 好 這個影片 這是我們第一年上課的時候 好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面還有家凱啊 然後易凡啊 然後中間那個是誰 記得嗎 凱依嘛 對 凱依 好 那家凡在那邊 好 那其實那時候很簡單 就是四張桌子拼在一起 我們就這樣上課 那你會想像 很好奇 我們九個人在不同的程度怎麼上課 基本上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基本上每次都有一個小老師在旁邊 跟我在互動 我們就一問一打一問一打 這樣的方式在上課 在討論 那那個叫嘉宏 嘉宏那時候其實對很多東西都很有興趣 他就像 我們就好像在講相聲一樣 他講一句 我打一句 然後我問一句 他打一句這樣 或是像互動這樣子 也挺有趣的 然後這次在做一個實驗 有沒有人記得這是什麼實驗 重力 對 重力加速 我們在做重力加速的實驗 然後這是誰 所以我們在做一個實驗 做個 摩擦力的實驗 我們把書折起來 因為他們不相信說 這摩擦力會那麼大嗎 這摩擦力不是一點點 就把書折起來 之後我們再試拉 所以確實拉不動 這是浩瑄 第一年的時候 然後這次在做什麼實驗 一芬記得嗎 電池 我們在做電池 中間那是一塊錢 然後用電池去組合 把它組合成一個比較高的電力的電池 來做那個發電 看可以讓LED燈發亮 然後這也是做電池的實驗 那時候陳惠跟陳怡是第一 那個學期末來的 第一年的學期末 那這次我們在做生物的實驗 羽龍還在嗎 記得嗎 這什麼 羽龍不見了 這是在做那個生物的分類 其實在清水很有趣的是 我其實 清水因為什麼 我們真老師就只有我 所以生物 物理 化學 地科都要教 剛開始第一年還好 因為大部分在國中的程度 到第二年就要教到高中程度 所以事實上對我來講壓力有點大 那所以是不斷的就是 對我來講是個刺激 其實我覺得也很有趣 最近剛好 這個題外話講一下 最近剛好有一個火星沖 在27號火星大沖 那火星沖事實上就是 火星跟地球距離最近的時候 那下一次有這麼近的距離 要等到17年後 因為火星的軌道跟地球軌道 是都是橢圓的 而且很不一致 所以就算最近的時候 不見得是最近 今年是最近的時候 現在是要到這麼近 要17年後 所以27號你有空的話 可以記得看一下火星大沖 那而且很特別是 27號那天剛好有月泉石 所以你看好火星大沖之後 再隔兩個小時就可以看月泉石 那我在最近在分享這個事情的時候 太太就問我說 你怎麼會 好像突然懂那麼多 這些天文的東西 我說剛好應該教學 因為教學的過程當中 讓我學了很多 所以這是一個過程 好 那我們其實會有 因為其實清水就是東西比較簡單 所以會買了一些簡單的設備 像這個食物投影機 加上簡單的顯微鏡 這顯微鏡是3000塊錢 我們就這樣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投影 就可以看一些水裡面的東西 然後這是 我們其實那時候清水其實很好的 好處是我們很自然嘛 所以我們到處去挖東挖西的 這是什麼 包子 不是包子 這圖裡面挖出來的 這是蚯蚓的蛋 蚯蚓的蛋 對 其實就還蠻有趣的 有些東西 然後這是 鎮宇記得這是什麼 這個是 冷氣 冷氣 我們再做一個簡單 就是看空氣中我們氧氣 不是還沒到亮酒 還沒到亮酒 等一下才有亮酒 然後這是 高中組的實驗 這個實驗其實做了兩三次 有點辛苦 但是其實後來也沒有結論 我們在做什麼 佳鴻 很失敗 為什麼很失敗 隔熱做不好 隔熱做不好 對 其實我們在做熱卡器的實驗 在做熱平衡 但是很難成功 那其實失敗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我們要知道為什麼失敗 其實我們在做很多評估 像科學 我覺得國中高 國中國小這個階段 你數學跟自然科學 你接觸的越廣泛 好處是你知道問題在哪裡 我們不見得要找到真正的答案 但是至少你要知道問題在哪裡 所以我們就要再找問題在哪裡 那其實這整個實驗 我們是很挫折的 因為就沒辦法做好隔熱 好 那這再又再做一次 不再吃冰淇淋不要誤會 那這是高中的課程 其實也很簡單 其實數學都很簡單 但是解開之後 接下來在實作部分 才是困難 所以我整個在實驗過程當中 基本上在清水 我們在做的就是用 你生活周遭可以拿到的東西 來做實驗 我們不需要很 不需要一定要拿到 像現在其實高中物理 很多實驗都非常貴 那個實驗設備 可能都要好幾萬塊 那我們沒有這個裝備 所以我們就盡量 用自己生活周遭 可以用的東西來看 好 那這是 這個其實正宜在做這個實驗 讓我很感動 因為他有天跟我講說 Shori 早上實驗我沒有看清楚 我覺得可以再做一次 正宜跑掉了 結果我們就利用中午的時間 又再做一次 再做造化實驗 他利用中午的時間 約我再去把它造化再跑一遍 好 這是 不是 這是釀酒 在造中 造中在擦葡萄 那我們要準備釀酒 對對對 這是有機化學的實驗 基本上我 前面因為化學我有上 後面化學換大成來上 因為我覺得他比我專業 那我上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上到這個有機化學的時候 都會做釀酒 好 那這是釀酒的成品 第一件釀酒的時候 我們還拿來喝 右邊第二瓶是荔枝酒 還蠻不錯的 好 那左邊這些基本上都葡萄酒 好 又是正宇 正宇那時候在做這個實驗 他要做期末呈現 他在做那個是 加速度的實驗 對 牛頓 就是我們在做VT圖的部分 他就用照片去做VT圖呈現 然後去計算他的速度是多少 加速度是多少 好 那其實他那時候基本上每天都會做一下 然後去分析 但是我覺得是不是 就是中間這個東西 他的數學上基礎比較弱一點 所以在做這個時候 他後面在換算的時候 他會比較辛苦 好 但是我覺得他的精神讓我是很佩服 他就不願不願其煩的再做再做再做 這是我覺得做科學家很基本的態度 你做 像在做很多實驗你會失敗 再一次 失敗 再一次 好 這就是過程 好 這是什麼 許譜啦 許譜 對是許譜 許譜在幹嘛 這麼痛苦 這是我們結合十四 那時候剛好發生一個事情 叫做讀牛奶 我不知道記不記得這個事情 不是三居情安 讀牛奶 有一個走禮吧 走禮之前吵架 然後那個姑姑就在他牛奶加很多鹽嘛 鹽 很加很多鹽 然後那小孩吃了 後來死掉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這個鹽的比例 因為爆上有個比例 我們說這比例對不對 所以我們去做實驗 這比例秤起來是這樣子 左邊是牛奶 右邊是鹽 要這麼多 你看這個鹽這麼多 你加進去 結果那牛奶會 你瓦出來那奶粉醬看不出來裡面有鹽 你懂我意思 鹽在固體裡面它不會融化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鹽的顆粒 顆粒在瓦出來的時候 如果鹽是這麼多的比例 右邊這個比例這麼多 你為什麼看不出來那是鹽 然後另外一個是你加進去 孩子不喝 真的很鹹 我們每個喝的都很痛苦 非常痛苦 我們泡了 後面那個是小薇 小薇也有喝 然後徐浦也有喝 我也有喝 真的很鹹 非常鹹 可是這個獨牛奶的事情 我們在想說 第一個可能是記者的數據是錯的 第二個可能是這個真的是 如果數據是對的話 那這個媽媽真的也是有點太不小心 應該不會這麼辛苦去幫她磨成粉 來做這個事情 如果有的話那確實是媽媽就是 對對對 更難看出來沒有錯 但是那比例是很大的 比例的量 想要就是不喝 但是會強迫她喝 因為想要餓了就喝掉了 但是真的很難喝 那這是我們常常在做 幾乎每學期的生物課 國藝的都會做一次生物觀察 我們剛才做水的 然後那時候在比賽看誰的魚養最久 大概是有最多養到兩個月左右 那同學會希望他們 經常去觀察一下 它魚或裡面的生態長得怎麼樣 好 那這是高中的課程 這在做什麼 這在做氣體產生 那這是 這就是鎮魚 鎮魚其實很有趣 他說他不喜歡自然 可是他常常看了一些東西 他就覺得修友覺得這好玩 我想試試看 他那一看一個科學月刊 科學院雜誌 那裡面講到蜂蜜 蜂蜜 蜂蜜低下來會形成一個螺旋 有沒有 我不知道你們看過沒有 那螺旋 很多粘稠的東西 低下來都會形成一個螺旋 他說他想研究這個 我說不錯啊 這題目很好 他就找了蜂蜜來 結果我們就做了一次 就做了一次 就只有做一次 但是他就很有趣 那這次剪下來是 因為我找了半天 就發現 這是我唯一版書寫的比較像樣的樣子 我的版書很醜 那這是唯一看起來還可以的 那後來找了大臣來 再發現版書好 真是不簡單 好 這在做一個 小國儀在做另外一個實驗 Dingo在做什麼 Dingo 做什麼記得嗎 這邊還有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是吧 這不是啦 那個 俊宇啊 在做什麼 這在做熱量對吧 我們在燒巧克力 那同學問說 巧克力燒不起來怎麼辦 我們還怎麼辦 巧克力用火點不起來 一開始點不起來 你們都忘記了 我都記得 我看到照片就響起來 我看到照片就記得了 我們又點不起來 所以我們就加甲醇 記得嗎 我們還說甲醇要加固定的量 再去查甲醇的熱量 再換算回來 對吧 實驗不就這樣做嗎 你要把它做熱量 你要先拿一個 已知的熱量下去 做混合燃燒 燃燒完之後 再去把它剪掉嘛 對吧 好 沒關係 你們雖然還給我了 但學會不會還給你們 好不好 好 那個 後來我們去 有個朋友 他說他們有養青腔魚 青腔魚是遠生種 它跟大肚魚很像 所以我就找了青腔魚 然後請同學觀察 青腔魚跟大肚魚有什麼差異性 那請同學觀察 就把它畫出來 然後只有一個同學畫出來 誰 安顧啦 安顧畫的 這安顧畫的 好 這是一個實驗 一個其實也蠻有趣的實驗 榮軒記得這什麼 我忘記是你做的 我都記得 榮軒這你做的你忘記了 這什麼 來 誰猜得出來 我們等一下有講 一塊一塊的東西 對 水晶寶寶寶是什麼 融化不是融化 你做一個實驗 很有趣的實驗 他把水 他把水晶寶寶拿去冰箱冷凍 冷凍完之後 再解凍之後 它就變這樣 像泥狀的東西 所以其實也蠻有趣的 其實我們沒看過 你有誰會記得 把水晶寶寶拿去冰起來 他就做這樣的實驗 去把它動起來 再拿出來看看 他到底長不長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現在沒有問你 因為要討論 我們要討論一段時間 其實這是一個過程 就是說 你其實日常生活中 見到很多東西 都是有趣的 那你願不願 花點時間去研究一下 它到底是什麼 那你願意 再花時間去研究的時候 它就變學問了 那我覺得自然科學 就在做這個事情 我不希望說 在自然科學好像學完之後 我成績得很好 不是這樣 其實我最近在研究 108課綱 新的課綱在執行 我發現 其實新的課綱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要努力讓孩子喜歡學習 就這樣子 我不見得能分數很高 但是重點是 你要喜歡學習 你自然科學不用都 成績得很好 什麼都懂 但是至少你是喜歡持續的學習 這很重要 好 這有一天阿浦他問我一個事情 然後 我說這要做個實驗給你看 所以就簡單找兩個螺絲 三個螺絲把它綁起來 我們就做實驗了 這是什麼實驗 公正實驗 對不對 公正實驗還在那邊 大家也看到那個實驗設備還在那邊 其實就是你 你用日常生活中可以解釋的事情 我們的理論不見得要很複雜 你的可以解釋的事情 可以從日常生活中來獲得 好 這是在做 做光 做透鏡的成像 透鏡的成像實驗對吧 然後這是課程 這是我版書 所以你可以看到版書真的寫得不太好 但是 好 這是第一次有這麼正經為座的幾個學長 學長學姐在上課 我們的物理第一堂課 我記得你今天 那田田第一次加入我們的課程 對吧 那時候 其實 我覺得其實真的很不一樣 教國中跟教高中很不一樣 是國中其實 比較多一點在玩 但高中之後那個程度 課程的內容 那個深度差很多 我馬上要進入一個比較多的討論跟計算 所以那個基礎要很紮實 那這是 也是我們 我這幾年來的經驗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在清水有時候 我們的同學在數學的經驗上比較弱一點 所以有時候在討論到 基本上用到數學的時候 就倒了 所以我們只能看那個現象 你看到數學的時候 就可能要先跳過去 所以這有點困難 但是大高中我覺得 這一班還不錯 在這數學上他們都還跟得上 所以有時候講起來就覺得還滿開心 比較可以討論 好 這是 一樣在做水果電池 我這邊問一個簡單問題 最近有朋友問我說 欸秀儀那個水果電池竟然可以發電 那以後我們去登山就帶一堆香蕉去 我們在山上就用水果來沖手機 就不用帶那個powerbank對不對 太有道理了 太有道理了 可不可以 其實不行 我們的水果發電 水果電池那個水果是噱頭 真正發電的是什麼 不是水 真正是發電的 這水的話我們就不用蓋身後的電廠了 到底我們可以發電是什麼 是鐵片 沒有錯 對融線很清楚 是兩個鐵片 這兩個鐵片不同的材質 它就可以產生一個電壓差 那你找到一個好的材質的時候 你就可以找到電壓差越大越好 我們需要這樣的東西 所以水果是噱頭 那真正水果 而且水果發了電 它水果就不能吃了 因為它有些鐵會融進去 除非你想吃 我先剛好補充鐵質 鐵電池下去 發完電池拿去吃 可以吃那麼多鐵質 但是事實上是不行的 好 這次我們在做另外一個電化學實驗 那我們需要一個岩橋 可是薪水沒有岩橋 我本來想要去買個岩橋 後來想說岩橋買一根 就用幾次 一學習用一次嘛 很浪費 岩橋不便宜啦 我後來用什麼 用一個小的透明水果來取代 所以其實基本上 這個東西我在講一個概念 是讓我們可以用生活中 簡單的東西取代一些 你真的要花錢去買的實驗器材 那這些就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Maker精神 好 那這是 這是軒移做的實驗 軒移現在人不在 這是 不是 這是在做燕幕彈 它裡面這是糖 它把糖溶結了 用加熱溶結的方式去做燕幕彈 這是燕幕彈的實驗 然後這是其他實驗 這是大宗啦 大宗我們那時候在做什麼 記得嗎 那時候用水滴滴在手機鏡頭上 可以變一個手機顯微鏡 什麼 生氣水 生氣水 不是就是做手機顯微鏡的幹 對 對 是 OK 好 那這是 其實有時候在做實驗的過程當中 同學是很專注 那種神情就覺得很有趣 這感覺是很好的 這在做電解水 這是另外一個釀酒實驗 這一次實驗有點悲劇 我們看這是開始 剛裝好要擺進去的 就隔一天就爆炸了 為什麼爆炸 二氧化碳太多 為什麼二氧化碳太多 這是浩瑄做的 浩瑄要不要解釋一下 這是你的 你的 你的酒爆炸了 為什麼 你忘記 他把 拔了 因為切很麻煩 他就拿去用果汁器打 打完果汁器之後 然後就拿去釀這樣 又快又猛 就隔一天他就爆了 因為裡面都是 因為他的打得很散嘛 那個所以表面劑很大嘛 反應很快對吧 所以這是簡單的物理 簡單的化學 OK 然後這是 我做了兩個罐子 裡面的實驗器材 右邊這個是油水分離 左邊這加了一點點清潔劑 所以它就變成乳化劑 所以這兩個其實就是很簡單 我們去做一些 其實這實驗器材可以用在物理化學 還有生物 這可以用在生物的哪裡 學生物的 乳化劑是什麼 我們身體有什麼乳化劑 嗯 肺裡面就有乳化劑 肺裡面就有乳化劑 好 我知道的不是肺 我知道是肝 膽 我們分泌的膽汁 事實上就是乳化劑 膽汁是來幫助把那個脂肪包起來 讓它可以跟接觸面積變大 它就可以容易分解 好 對吧 那個 沒有那個 好 那這次在做 做 那個彈簧的實驗 我們在做那個虎科定律 然後這在做 拆除濕機 現在想做冷氣 對 太熱了 這是大臣 大臣第一年來上課的時候 你看它板書就不一樣 非常的整齊 好 這是大臣的板書 其實找大臣來因為他是我學長 其實我剛進兵工廠的時候 他就是我的長官 我的直屬長官 那他其實教了我很多東西 那本身是化學的 那他的化學專業非常強 所以那時候想說 因為其實 我的強項在物理 那化學對我來講 我比較是就是 邊學邊教這樣 那我覺得如果要再往上走 應該是有一個專業的學長來教比較好 所以我就請大臣來教 那 只是大臣太認真的 是吧 太認真的結果是有些同學 就很自然而然就 覺得 就 就放空掉了 好 這個我們在做 做什麼 還是做水果電池 我每次做水果電池 同學帶來水果都不一樣 所以可以做很多分 好 這在講地殼 講那個地殼 那這是也一樣觀察水 好 那個 好 時間有限我們把它切 我們先切換到那個影片好了 我們現在看影片好了 看點影片 看點照片 看點影片 照片太多了 我們現在看影片 這是縮時攝影 現在在下雪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雪花流下來的時候 事實上 它是從無生有的 看得出來嗎 那雪花是凝結出來的 這是天氣瓶 欸 玩到了 Sorry 好 這個是 這是一隻變形的蝸牛 我在 我養在那個生態品裡面 我發現到這隻變形的蝸牛 它是一個螺旋狀的 我都是螺旋狀 它的螺旋是分開的 像彈簧一樣是分開的 看得出來嗎 它這個前 那個頭很細喔 但是那一圈非常小 我問了 有沒有 是不是我不小心撈到一種特別的田螺 但是沒有人看到這種田螺 沒有人看過 那這個我真的覺得它是變種的 是突變種 但是後來就 兩年後就不見了 好 我們下一個影片 這是一個簡單的實驗 我有放在Facebook上 這是鍋子在燒開水 大家可以注意一個事情 那個泡泡都從固定點出來 為什麼 因為它的底沒有平 OK 非常好 它底沒有平 所以它會有熱點集中的問題 所以熱點集中那邊會產生泡泡 好 所以簡單來說 假設這是一個非常理想的鍋子 很光滑 它實際上是不會 不會這樣起泡泡的 好 它不會這樣沸騰 所以是有趣的實驗 所以你說 你看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常常在燒開水 只是多一點觀察而已 好 下一個 這個實驗很有趣 剛好最近 最新的新聞 交大說 他們發現了 水為什麼在4度7 是密度最高 為什麼 奈米冰 對不對 其實這個實驗在兩年前 灌源的領導之下 我們就做完了 我們失敗 我們沒有失敗 沒有失敗 不要這樣講 其實我們在研究什麼 我們在看說 為什麼冰 其實我們沒有人看過冰怎麼結冰的吧 水怎麼結冰的 有看過這過程嗎 灌源那天提的這個想法說 為什麼 我們可不可以觀察水結冰的過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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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會 對對對 但是其實也是我們想去了解 水結冰的過程 所以我們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確實發現 它會變黏黏的喔 那個水會變黏的 大家都沒看過喔 水在解 我們旁邊是用那個冰塊加上鹽巴啦 所以讓它變 溫度可以更低嘛 負得十幾度 那在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直接觀察 水降溫的過程 所以我們觀察到水快到零度的時候 那個水會變黏黏的 跟一般的水不一樣 水一般很清澈嘛 沒有那種黏質性 可是到這個時候會變柔柔的感覺 黏黏的 很特別 下一個 這是我們後來有3D的練習之後 我們在做一些小的教具 這是在做龍捲風 下一個 然後這是在做那個 表面張力 表面張力的時候 其實我們用那個 用 其實我們都知道 水有表面張力嘛 但是你要怎麼去證明它的表面張力 我們要用那個清潔區 破壞表面張力 以後它會移動 那我們這時候做的是 用一個 我不知道看得清楚嗎 這樣看得清楚 有一個 我們用鋁絲繞成一個螺旋 對不對 然後我們在中間滴 那個清潔劑會發生什麼事情 現在因為它在轉 是水在轉 我們先把水停下來 它不轉了之後 我們在正中間滴 清潔劑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然後我們把它看完 快結束了 好 要滴了 它會旋轉 因為它的水會排出去 所以排出去會形成一個 反作用力 就讓整個圓圈做旋轉 這是 再滴就沒有用了 因為它已經全面 表面上都是清潔劑的 所以是簡單的表面張力實驗 下一個 這是 這是 我們那時候熟悉的一些寶特瓶 那我剛剛網路上看到一個 人家做 切寶特瓶的絲 那我們就用3D鍊做一個這樣的刀具 然後再研究那個刀具怎麼製作 那我們就切這個絲 切這個絲有什麼好處呢 這個絲其實 它可以拿來做綁東西用的 它可以去回收 但是後來沒有很成功 是因為我們那個3D鍊的東西 它很容易就壞掉 所以你再做一個寶特瓶它就壞掉 所以它變成 不環保 你再做一個就要再做一個 這很不環保 那這是 3D鍊的 中間那個黑色部分3D鍊 它是做鋒利 那是鋒利劑 那這也是3D鍊的一個小的教具 在做單白化 那外面買也買得到 你去那個Science還是什麼的 它就買一個大概是 一千塊錢左右 對 因為它這個單白的關係 它可以畫出很有趣的一個幾何圖形 好 下一個 這是 陳佑在做那個電磁砲 它用那個Arduino做控制 控制那個電磁砲的啟動 這樣子 所以啟發 那網路上是有人做到16個 它把它接成16個之後 它位移就還蠻強的 那我們現在只有只有兩段 好 這是 也是一樣天氣品 我們下一個 那3D鍊的十字弓 其實有些東西就是 就是3D鍊拿來做一些有趣的東西 希望說同學願意去做3D設計 它前面放一個小火藥 所以它掉下去會爆一聲 好 這是 這是手中的火的實驗 這是我們科學實驗室的實驗 這是凱軍 會怕 其實還好 你手弄濕了之後 它其實火燃燒 那個溫度傳得不會那麼快 所以你是可以接受的 剛剛那是龍家 龍家那隻有嚇一跳 龍家跑掉了 太大隻一下看不出來 好 下一個 這我們在做平衡實驗 這其實在做平衡的實驗 我們把那個錢幣 用紙幣把它拉起來 那實際上它會找到一個平衡點 這是簡單的實驗 那其實也是 我看了演示完之後 再去教室跟同學分享 同學做個看 好 下一個 好 這是一個 高中轉動慣量需要做的實驗 那我們之前沒有 那我後來用3D鍊做一個實驗 那這個東西我去查一下 去買一個大概要一萬塊 一兩萬塊左右 就它比較精準 但是我們這樣做其實可以用的 是 那個硬的沒有很好 那這是我們科學實驗社做的一個坡坡船 坡坡船為什麼前進 其實它用的是蒸氣的原理 蒸氣噴出去的時候 它再把水又吸回來 因為噴出去的瞬間它會降溫 所以又把空間縮小 之後又把水吸回來 所以它往復的運動 會變成一個有推進的動力 做小型的玩具 做小型的玩具 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實驗 然後下一個 這是在做一個類似抽水棒的實驗 甩水 對 甩水 官員有沒有說一下 為什麼 那因為離心力的關係 它水就會慢慢抽出去 其實這常常在做 抽水機有的是這樣的原理 它甩出去的時候 就可以把水抽上去 好 下一個 那這是我們做的手指陀螺 手指陀螺 我們就疊兩層之後 你會發現它其實也是有些簡單的一個 其實是 在我們以前那個年代 高中物理就學到 但是後來現在高中物理 好像不做這個 這麼複雜的計算了 那這裡可以看到那個 漸進的關係 好 下一個 因為後來做一些科學實驗設的東西 我就會盡量把它做個小短片 放在網路上去 這我們在做英雄噴泉 英雄噴泉其實也是一個 挺有趣的事情 我們在上面倒水之後呢 那個水會無限循環 不是無限循環 它是會循環一段時間 很長一段時間 它水流下去之後呢 它會 它會因為壓力的關係 會再把上面水再擠上來 好 那 這個是 對 它水從這邊會再流進來 所以它會一直循環 會循環一段時間非常長 對對對 沒錯沒錯 對 是 好 那飛牛頓流體 這個好 這個就是有點 比較去體會一下 什麼叫飛牛頓流體 我問一個簡單問題 我們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一體 什麼是飛牛頓流體 牙膏是飛牛頓流體 還有沒有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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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香糖 口香糖是 口香糖是飛牛頓流體 還有沒有別的 油也是 飛牛頓流體 基本上都是飛牛頓流體 所有的液體都是飛牛頓流體 我們基本要找到 就是 這是理想的水 理想的液體很難 基本上所有的水 只要在高速運動之下 它就會有固體的現象 所以跳水的時候 如果是大面積著地 你要啪很痛 因為 是一個水很硬 在那個瞬間水會變得很硬 對吧 好 好 下一個 這個我們在做水球墜落實驗 我們在做就是 誰可以做一個保護裝置 讓水包在裡面之後 水球不會破掉 然後去找出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裝置方式 好 下一個影片 好 這次是3D 3D鏈鏈 我們在做水波 我想做一個觀察水波的實驗 所以我就 做一個這樣的一個器材 對 然後大概用一次吧 但是因為其實 我後面的震動反射 我覺得反射得不是很好 所以就沒在用了 好 下一個 這是一個簡單的物理器材 它就是一個 你用這個杯架之後 水就不會傾倒了 所以它很方便是 如果 有時候我們要拿著水杯 到樓上去 或者年紀大一點 老人家 他上樓的時候可能會晃動 它會容易水跑出來 所以 你用這個杯架之後 就不用擔心了 甚至你拿這個杯架 裝了水去跑步 它都不會掉下來 好 下一個 好 有段時間我們在研究青苔 滲台 陲台很特別 你看這已經乾掉了 滲台 焦了水 30秒不到就變綠色的 我不知道 看得清楚 看不清楚 好 它其實很快 但是我說這個顏色對比 不知道看得清楚看不清楚 它就變綠色 所以下次如果 你們去野外看到那個 顯台已經乾掉 咖啡色的 你就拿水噴一噴 它就滋过来 那很特别是 我在做实验 我就每天去给它噴 每天去给它噴 结果后来就死掉了 它就不滋过来 为什么 我后来在猜 我在猜是 因为它每次滋过来 它需要消耗很多能量 可是它每次滋过来之后 它没办法 因为它太干之后 它就又休眠 它会进到休眠状态 所以天气很热 我说都天气很热 就是浇水 所以天气很热 它休眠 它就没办法得到能量 隔天去浇水 它又活过来 又消耗能量 然后没多久就休眠 所以几次之后 就死掉了 所以 我下次就注意 不好意思 这我们在做沉爆实验 我们是在里面装面粉 所以吹出去之后 面粉会产生一个沉爆 它会烧起来 下一个 这是抽水器 这是另外一种概念 我们也是用塑胶棒 然后用一个快速的挤压的方式 因为你手会形成一个逆子法的概念 所以水就被抽出来了 水就抽出来了 简单的一个游戏 下一个 这是照云的实验 我们把这个高压 瓶子里面装高压空气 高压空气 瞬间泄压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低压 所以它就会有 水就凝结成云 凝结成水珠 所以你看到那个白色的 就是那个小水滴 就像云的样子 这是空气泡 这是大哥帮忙做的空气泡 这是 这个打得非常高 这大概高度都大概200公尺以上 这是我们在做水深池的 显微镜观察 找到一只不知名的红色的虫 很特别 生物的 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虫 不知道 其实它有些人会拿去做 那个钓鱼的飼料 红虫 就是红虫 好 下一个 另外这个虫也很特别 它就是 它就叫中型虫 它非常非常小 但是你知道 它中间有个很弹性的 你看弹回来 有没有看到它缩回来 它拉出去之后 它弹回来 现在看左上角那一个 这个 它等一下会弹回来 有没有弹回来 它会缩回来 它其实中间是有弹性结构 它是一个很特别 它是水深植物 所以 水深动物 所以你在水里面 可以看到这些很奇怪的现象 下一个 好 这是 也是很有趣的实验 这是有人做一个 无重力的火焰 我们想象在太空中 火焰长怎么样 我认为它是球状 但是我没办法做实验 那后来有人分享 这样的实验方法 在美国他们有人这样做实验 所以我们后来就在这边重现 我们当然实验器 没有像人家做那么好 我们就弄个纸箱 里面放个火 然后弄个摄影机装好之后 就从楼上 二楼把它丢下去 你看它火 后面用那个 你可以慢速看 你看它火 有点变成圆形 像香菇一样 这样的形状 它会缩下来 那个 有没有缩下来 整个头就缩下来 因为它的无重力状态情况 火是那个 那个 高温是四面八方扩散的 所以它会形成像球状的样子 好 然后没有到更高的地方去丢 从山头丢下 这个洗了就是 撞到了 撞到就洗掉了 但是其实 你看到这个整个实验的过程 我们大概抓到那个精神 但是还有些东西需要改变 是我们的器材太烂 摄影机实在是没那么好 所以摄影机如果再好一点的话 如果再有些绿光镜 你不会看到那么光晕的现象 你应该比较容易观察到现象 好 OK 好 好 这是我自己 后来开发的那个手机显微镜 用那个3DDN来做的 那这是宅屋台 右边这是宅屋台 好 下一个 好 这是简单的实验 就是我们中间放个强力磁铁 就可以观察地磁的存在 它会让它导向 而且很快 这边很快就可以看到地磁 有个南北方向的存在 怎么样 什么 摇纹 摇纹 摇纹的幼虫 对 摇纹的幼虫 没错 好 这个实验很特别是 有一段时间我跟东浩 我们在观察结晶 那可是我们就想说 结晶有办法看着它结晶长出来 但是太难了 因为水很多 所以它就突然发起晓 我们就用显微镜来观察 用一滴水 旁边一直吹 它水就结晶了 它瞬间就在你眼前 就结晶出来给你看 你就看到那个结晶的现象 很特别 那当我们刚刚看到这缩时摄影 你从显微镜看 我们在看它快看了30分钟 就盯着显微镜看30分钟 看它结晶慢慢就长出来 你就看到它长出来的样子 真的很 我觉得那个过程 事实上觉得 有点兴奋 你看到 你从来没看到水 变成结晶的样子 那个瞬间长出来的样子 我们那时候就用显微镜就看到了 好 这是声波的实验 我们用 下面放两个喇叭去震动 那调整它的声波的频率的时候 你可以在上面看到不同的配套 不同的形状 对 那这个实验 那就是第一次做就觉得很有趣 这每个声音的频率一调整 它就产生不同的花纹 因为这是那个坡 驻坡的形成 会产生彼此的干涉现象 好 下一个 好 使光是最近的实验 我们拿一个那个 那个小雷达 我们就上面贴那个铝箔子 那这木头 放上去木头就烧起来 那前进的起事没有很成功 就是因为天气不好 有云的时候就不容易做 其实它没办法完全聚焦 它其实看到聚焦的状况 并不是很理想 好 下一个 这个是我请贯程他们去访问同学 然后剪下的影片 应该会吧 人的成长 你跟他成长 你就会改变 你改变了 你会知道他上课有趣的地方在哪里了 你就会觉得说 你是个好老师 他如果上国中程度的课的话 很大 不会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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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是愿意去再去上他课 好 谢谢 其实他拍了几段 但是因为有些录的声音 大小声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就没有放 那后面会把连结也分享给大家看一下 那其实我觉得 在清水六年这样子上下来 我觉得 就是说给我不同的刺激 这个每天要再思考说 怎么样才能够把学生的动机抓起来 再带上来 让他有办法上 那我们 我说请大家装个卡户 不知道装了没 有装了举个手好不好 让我看一下 OK 谢谢这么多人 太好了 然后我们把那个卡户的那个 这个PIN值可以key一下 你这 对 105762 对对对 你应该进入卡户的时候 他们要你输入一个PIN值嘛 没有啊 你按那个中中间那个黄色的 对 要点student然后点join 他那个参加加入的时候 会有一个让你选那个PIN值的 对对对 就输入PIN值 PIN值输入完的话 他会输入一个名字 就输入一个名字 现在两个加进来了 有两个人了 来 我看一下 你要选student 有没有 然后 对 你要点OK 现在有三个 阿罗好帅 阿罗在那里 郭东超人 郭东超人 喵 OK 哎哟 谢谢 谢谢 TDC 还有没办法安装的吗 进不去 我看一下 来 他帮你弄一下 10个 卡 还有吗 还有人还没输入完的吗 其实不用login就直接输入PIN值 你就以学生的角色登录就可以了 输入PIN值 有一个退出了 Sandy 10个 好 我们要开始了吗 可以开始 好 我就开始 OK 对 有 来 这个其实你等下看答案 颜色 你就选那个颜色 学习过程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课前预习 如果你觉得课中学习不是红色的 如果你觉得是课中学习是红 蓝色的 这颜色不太 蓝色橘色跟绿色 你选择适当的颜色去 选择你认为的答案是什么 这是這個是蓝色 这应该是蓝色 蓝色绿色黄色 你觉得哪个最重要 好 所以大部分都觉得 课中学习最重要 没有人认为补习很重要 所以 只有八个人投票 没关系 其实 没关系 对 来不及 好 当然一个科学家 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注意样本 所以所有细节是吧 耐心 好 你觉得什么就是什么 这其实是一个 你自己在 会打屁 就是 其实耐心很重要 我也是这样觉得耐心很重要 当然创意很重要 但是如果相较之下 我觉得耐心比创意重要 因为其实 95%的研究工作都是无聊的 对吧 甜甜很有同感 其实 其实最近 这刚刚有一些事情 我们在讨论的事情 真的不是只有科学 其实很多事情 正要做的时候 95%以上都是无聊的 但是你不要因为那无聊 就觉得放弃 那很重要 我觉得那是关键 好 下一个 面对实验有失败 你怎么去面对 那就 我应该讲 那就算了 那个算不见了 那就算了 第二个最多人 太好了 其实大部分的原因都是 大部分都是这样 我们想一想 失败很简单 失败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想清楚 再重做就好了 当然有时候 你就算了 但是算了 那就太容易放弃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教学 我那时候曾经跟一个老子在聊 他说 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什么样的学生 有时候实在是很生气 然后我们那时候 有个结果 真的放弃是最简单的选择 但是那不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 其实有时候 先放轻松 跑个步回来 再想想看 也是一个方法 好 我们下一个 不行复选 就是选择你觉得最好 没有标准答案 这没有标准答案 你就选择你认为 最对的答案是什么 你觉得学学的动力是什么 好 我们看一下 对 好奇心 这跟我想的还蛮贴切的 好奇心真的最重要 在这个阶段 有时候 其实我在上课过程当中 常常碰到一些孩子会跟我讲 我就不喜欢啊 我对这个就没兴趣啊 我干嘛学这个 可是其实 我后来看108课 在修正 它国中国小的过程 它基本上没有选修课 它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它希望孩子管放接触 你什么都碰 什么都试试看 它试试看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把考试的压力拿掉之后 像你碰任的东西 都不会就有压力嘛 应该是这样子嘛 你就只是去试试看 所以那个是要好奇心 你先把好奇心拉上来 我们什么都去学 你等到六年九年结束之后 你再去思考说 我比较喜欢什么 我到高中 现在新的108课 刚刚在高中 有大概一半以上的选修课 它选修的比例很高 就是要让你去发挥 你所喜欢的东西 所以前面的学习 真的是好奇心就好 你不用想说 我进去会被评价 我进去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怎么 其实嘉宏有个地方 是让我很喜欢的地方 是嘉宏什么都去问 他是非常好奇的 他什么都问 他不会跟你讲说 我这个不喜欢 但只有到高二的时候 才跟我讲 我觉得你的物理这样上 太考试取向了 我不要了 就走了 但是这是OK的 我觉得那是一个选择 就是 没关系吧 对吧 没关系 那是一个过程 就是说我觉得 在国中国小阶段 尽量什么都接触 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下一个 我的课程有分级认证 有考试 你有什么感觉 这可能在校生 或是校友 有体会过的 会比较有清楚 那 那 OK 好 13个谢谢 OK 没有感觉 OK 不错 还好 我对这样的结果 我是满意的 其实我真的 我的认证 其实在学校 我们曾经认证过这个事情 有老师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考试 我们体制不应该考试 可是 我自己一直心里 在想一件事情 说 我们如果没有考试 学生真的知道 他的位置在哪里吗 你真的知道 说我学得怎么样吗 实际上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听过 有个同学说 我修宇 我为了你的认证 我需要特别准备 好像没有听过 有人特别准备 但是这是我要的结果 其实你就是正常的学习 正常的参与 之后你就正常面对结果 就这样 而且我的认证 不见得是说 非常刁钻的题目 很多也是学测 那事实上 现在学测的题目 不是学测 那个叫会考 或计测的题目 现在其实 大概在十年前 计测跟会考的题目 已经都非常的生活化了 已经跳脱过去的 那种非常刻板的 那种 就是要你背 要你抄 要你写那种东西 已经跳脱了 所以其实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是要可以看到 孩子真正的素养是什么 你真的对 对学科的认知是什么 所以 我在清水 我还是希望说 我还是会有坚持说 希望同学去面对 你自己目前学习的成果 那如果说 你现在没有学到 一个定的程度 我是会有挡修 挡修的概念就是说 你下去重修 重修的好处是什么 有个老师问我说 那重修 他就少修了一段 可是我心里想说 那如果他这个都不会 他往上修 那又代表什么 他是去陪读 还真的去学习 因为数学跟自然科学 有一个很大的 不能讲缺点 很大的特征是 它是架构式的 它是叠得非常严谨的 你一元一支方程式 不会解 你说我去解 二元一支方程式 可不可能 基本上不可能嘛 所以它是叠上去的 所以我一定要 希望你很扎实的 每一段学好 我亲爱学少一点 但是不要说 我这边没有学到 就往上走 结果后面整个都学不好 因为像最近 我太太在体制内 有发生的事情就是 很多孩子在国三的 她的程度可能还在小六 那因为她小六之后 就后来没有办法跟上来 没有办法跟上来 她就一直陪读 陪读陪读陪读 陪读三年 就这样子 那这不是我们要的结果 好 下一个 好像没有了啦 还有两题 对 对喜欢哪一种 这是做以后的参考 思考 什么 所以不喜欢小组讨论 了解 好 OK 所以专题讨论占多数 好 谢谢 这是一个参考 就是提供我们课程 其实我在上课上 有时候每一种都会稍微用一下 有时候是这个样子 有时候是这个样子 是配合当时的状况 如果有同学太发散的话 可能就会拉回来 变小组讨论 如果在有些状况之下 我们可能改成个别报告 就会不同的方式 来调整三个内容 好 下一个 作业 有写过作业才能回答 没写过作业就不用回答 没关系 有上过的课应该都有作业啦 对吧 零行 OK 好 太难了一个 看不懂怎么写 好 谢谢 下一题 好 这是普遍的 我们想一下 到清水的学习风气 它怎么样 别说了 还不错 不知道 每天都有收获 别说了 OK OK 每个都代表自己 每个都代表自己 哦 不错 其实这是好事 大家都知道 自己在学习 有在进步 这就是个好事 就是我们不见得一定要说 我回到自己啦 其实都回到自己 跟自己负责 对自己负责 好 那就我的回顾就到这边 时间控制应该还可以 谢谢大家 谢谢 今天大家都很累 所以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大伙就 全部老师的工作都完毕 后来都是学生的场子了 大伙我们的那个 两个主持人就会出现了 那个浩轩 帮我呼叫一下 那个何振宇跟林造众 啊 对不起 好 那我就把 我就把那个麦克风正式交给 你们谁要当代表来 快点 这种姿势 不行吧 好 那我正式把 清水的重则大人交给你们了 好 现在呢 我们要开始了我们的学生活动 学生活动 然后呢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网路上收到 有没有收到说我们需要你们 携带瓶子或购买瓶子 好 请问我可以问一下在座各位 谁身上现在有瓶子吗 现在 现在 right now 楼下 只要在这个学校的范围都算 都有 好 那 那 对 在我们那边也算 留定的也算 好 好 那 这个活动是非得需要瓶子的 所以说如果在座各位有想要参加这个活动的话 我们这边还有多的瓶子可以 我们都需要你们自己购买 因为 没有为什么 就你们要购买 对 就像是 我刚刚 剪了很多人的头发 然后 然后呢 我还去采了 从这边第一年就种下了树的叶子 还有 从这边本来好生生的那个枯榕树 然后现在变枯的 然后把那个枯枝丢进去 然后 之类之类的 这样子 我想要把它就是 带走这样子 就是 呃 这是我在清水回忆这样子 所以说 你们每个人的回忆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我也说了 有大瓶子 小瓶子 任君挑选 那 我们有一个小时半的时间 给你们去布置瓶子 其实我们只有一个小时 然后 接下来的事情是 呃 帮我拿一下 那个 我们的瓶子会在这里面 就是如果真的没有瓶子的人 可以过来买 都是小瓶子 小的20 大的25 就稍大一点的25 那我们等等的活动方式是这样 啊 闭嘴 然后 那个我们等等的活动方式是这样子 我们会 有玻璃瓶 然后去 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去把 自己想要的东西装进来 不管你要装土啊 装空气 装水什么都好 基本上就是不要破坏 学校公共设施 那我们这边有投票纸 一个人可以 等等他都会 我们都会在这边放桌子 做完的人你们就放上来 然后这边有姓名贴 你们就写上自己的姓名 然后贴上去标号 或者是写上自己的名字 那我们这边的投票纸 一个人可以写三个人的姓名 那我们会票选出最喜欢的 就是大家最喜欢的那一个 那我们在六点半的时候 就要 等等就丢到这个瓶子里面去 我们在六点半的时候 然后我想玩 我们在六点半的时候 会开票 那 诶 我们的贴纸 那赢的人有什么好处呢 你可以获得一点点虚荣心 然后呢 我们还有这样的贴纸 清水的贴纸 可以贴在瓶子上 我们已经测试过效果 其实真的是很不错 我现在就马上贴一个给大家看 喂喂喂 那个 你来讲好了 喂 那等着要参加 不惜 快乐 快乐 不惜 快乐 我会 打开 不惜 现在 那没有 我们在游戏 那就是我 作完以後你們就會在家裡面有一個自己的小清水 或者像他那樣可以帶走的小清水 就是就算學校倒了沒關係 你桌上還是包包上面都會有一個 所以可以開始動手做 那如果要買瓶子的人可以過來這邊 我沒有帶瓶子上來買 或者是有訂瓶子的人 我等等會在下面 你們可以過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